我們看吳怡農他不想跟你辯論 因為他認為這樣子是給你一個口水戰的問題 我想我之前就一直在講 我這個辯論的大門一直敞開著 我等著吳怡農先生他做好準備來進行辯論 不過我想我還是提醒吳怡農先生 我覺得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王洪威沒有抹黑他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不能污名化辯論 那麼辯論本來就是在民主選舉程序裡面 其實國內外很多的候選人都願意透過辯論 來贏得選民的一個認可 所以我覺得如果吳怡農先生把辯論等同於噴口水的話 那他真的對於整個民主選舉的基本常識 他可能還是要再加強 不過我還是這一句老話 那麼基本上辯論的大門我始終敞開著 等著吳怡農先生他做好準備來進行辯論 那怎麼看他昨天跑行程跑到一半 就是路上有用路人發生車禍 他還停下來一直等 我想他是確實有在照顧受傷的人 那麼希望一切都很平安無事 受傷的人也沒有事情 我們是希望一切平安 為什麼你想要選王洪威 民進黨太爛了 講話都不實在 為什麼你想要選王洪威 感覺上還是國民黨比較安全 可能黨的包袱太重 因為現在真的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 側翼的問題要解決 為什麼想選吳怡農 他不會罵人啊 對啊不會罵人啊 那他口條也很好啊 不然你就忘了我要跟大家談 對王洪威 奧跑議員 去年明年1月8號台北市第三選區 立委補選僅剩下不到20天的時間 到底中山區以及北中山區的市民朋友 想法是什麼呢 今天雞頭大師公就實際來到中山區的松江市場 來聽聽看民眾的真實想法 我會選他 為什麼會想要選王洪威呢 比較有經驗啊 感覺上形象會好一點 選他比較安全 那因為他之前不是在這個選區裡面 你們對他有印象嗎 印象一直很好啊 還要再努力啦 還是一句話 還是一句話 對因為他的邏輯上 感覺上沒辦法抓到主軸 為什麼會想要選王洪威呢 男生啊 有破例啊 年輕人不錯 給他機會 那對於王洪威呢 我不知道 不了解 為什麼會想選王洪威呢 感覺吧 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不錯啊 那無音龍呢 不知道啊沒什麼印象 為什麼會想要選王洪威呢 不知道啊 卻覺得王洪威 那對吳一農印象嗎 不好 非常不好 為什麼會想選王洪威呢 感覺他比較有善心啊 吳一農也是不錯 讓我直覺的 因為他是民進黨 我就比較不喜歡 民進黨讓我是覺得說 就是表面講的比較那個 實際上這幾十年來 讓我是覺得 或者我以前也是選過陳水扁啊 甚至總統那個蔡英文第一人 我也選他 因為我是無黨無派 所以我是覺得說不管怎樣 感覺上還是國民黨比較安全啊 因為我是覺得說 台灣跟大陸 本來就是要和平共處啊 而台灣把那麼多錢去買武器 我是覺得說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像我的樣子 我從來不出國 我收入也很高 因為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是要珍惜 但我是覺得說 為什麼不要把那些錢拿來 照顧真正的老百姓呢 辛苦了很多啊 為什麼想選王洪威呢 因為我覺得他 他蠻會做事的 對 之前他學立委 是跟賈娃 這個票數差很少啦 因為我覺得他人不錯 很親民 他有在這邊拜票 但是很親民 對 個人覺得他還不錯 那對於王洪威的印象 因為他不是我們這一區的 對他的了解會比較少 我感覺齁 每個都很好 每個都很嚴重 對啊 所以上廳都會成功 對 上廳都好 為什麼想選王洪威呢 他會做事 比較有理念啦 為什麼想選王洪威呢 他會做事 那對吳一農有印象嗎 哦 不要提 對吳一農 為什麼想選吳一農 不在 為什麼想選王洪威 你已經長得太爛了 講話都不實在 選王洪威是因為什麼 不錯 形象好 對吳一農有印象嗎 有印象啦 他以前也是這一區的 但是選輸了嘛 對不對 這次捲土重來這樣 也是祝福他啦 也是祝福他啦 為什麼想選吳一農 他很好啊 他很好啊 他不會罵人啊 對啊 不會罵人啊 那他口條也很好啊 不會攻擊別人這樣子 今天想跟大家談 第二件事情 我看到我們在座的兩位 上左 靜怡 我想跟他談第二件事情 我突然就忘了我要跟他談什麼事情 他對王洪威的 要跑藝人 為什麼想選王洪威呢 因為他對那個事務會比較熟悉 他對吳一農有印象 有 那對他的印象是怎樣 需要再磨練一下 可能擋得包袱太重 因為現在真的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 側翼的問題要解決 雖然年紀比較大啦 但是我們還是常常有在網路社群上 我們會覺得有點誇張 所以要靠他 他還是沒有辦法 希望他加油 那現在也算吳一農 因為年輕人的機會啦 他講得很有道理 他講什麼 他講那個 那個兵役跟那個 松山機場那個 很有道理啊 給他機會 做做看啊 年輕人的想法比較前進 對王洪威有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我不認識他 為什麼想選王洪威 比較有建設 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那對吳一農有印象嗎 有 對他印象是真的 我OK 這次立委補選的結果到底是如何呢 一點點信用都沒有咧 手持是最基本的咧 啊你有沒有收你的本分啊你 北市立委不選 王洪威對上吳一農 兩人話題不斷 被問到認為誰的贏面大 女戰神激凍姐這麼說 當然是王洪威嘛 王陰王陰他有實戰經驗嘛 他做議員做了四屆十六年了咧 他有服務選民咧 啊很多本事說 你什麼落跑 什麼就落跑 落跑他也排不上名了啦 落跑排第一名是誰 賴清德啊 賴清德不是落跑當副總統 怎麼大家都不講 啊像我們北投士林這個是 吳思堯啊 吳思堯不是落跑啊 他也是議員的專理委啊 啊你們怎麼有嘴巴 人家沒嘴巴自己啊 你們自己落跑都別說 人家說落跑 人家是換個跑道 也是一樣為選民服務 他有人力有擔當嘛 你就要有人力有擔當出來 為選民服務嘛 啊你都要選選議員嘛 什麼 用一句用一句 用一句就要死 啊差不多已經做了十六年 他有基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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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吳一農做什麼 啊不好意思 我哥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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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一點點信用都沒有咧 守時是最基本的咧 一個人做基本的道具 叫守時咧 守時 守分守法咧 你三個守都不會守 你也不守法跟黑道站一起 哈 也不守時 啊你有沒有守你的本分啊你 當然咧 你選前叫大哥 選後叫黑道 你現在得罪他就是沒有選票嘛 黑道最多的 最多的保表就是取選票啊 以選票制衡你啊 啊你不爽我 你選前叫我大哥 現在選後叫我黑道 我要把炮投給你啊 啊我就把他打掉了 啊我老闆做家 啊我就老闆了 開什麼玩笑嘛 他在山頂啊 跑跑跑跑跑 啊大哥大哥 啊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嗯 啊現在算了 切哥切哥切哥 選前叫大哥 選後叫切哥 我的 我如果是哥哥啊 我也說 我差點你去死啊